7月22日,我事实出现一例新冠肺炎本地确诊 在对其密切接触的进行流调排查过程中 又发现了两个病例和12个无症状感染者 有一个确诊病例和12个无症状感染者 都在海产品加工企业的一个车阶高等级 是政府决定从今天起 对大连安地区16万 金浦新驱马乔治街道工业团地设计的2万 西港区工人设计的近1万进行核酸检测 并且对所有核酸不动作为疫情的区域 进行拉网施全覆盖核酸检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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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核酸检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